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方自主 自由的香港 一夜之间 白烟笼罩之下 变成激权国家 每一句善意的喧语 换来的只是更多无理的暴力 这不是暴徒 好可惜 头盔 防毒面具 盾牌背后 是一副有一副冷血的嘴唇 拿着的窗 伤害的 不知是手无串的香港市民 也射碎大家的心 当然是失望痛心 我今天见证的是 我没有见过香港是这样 为什么呢 就是香港市民和平冷静得我不相信 老人家族很坚强和我说 我没事 他今天的记者招待会 是在全香港市民面前 说一次谎 然后对付自己的家人 不要跪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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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相信 我真的是在六四现场 我在想 警方发射出雷弹之后 他一直站在那里 只想用和平感染眼前 执行暴政的警察 没有这个对视的意味 我站在那里 他会见到我说 大家都是香港人 我只是想达到这个目的 困难的场面 有人痛哭 有人祈祷 亦都有妈妈和小朋友失散 不过每次催淚弹之后 市民团结的心 令大家再次聚集 应该要靠自己争取的东西 由中学生我们争取了 我自己的老残跪 现在就是时候 要由我们保护回香港的未来 他们的孩子就是香港的未来 我不能够再自己归宿一边 要缓醒他们的良知 需要长期作战 演艺学院就成为了避难所 被示威者休息